你知道吗,在南美洲竟然有一个国家 华人人口比例不高 却随处可见的都是中文还有客家话 春节竟然还是他们的法定假期 据说这个国家有90%以上的杂货店还有超市 都是华人老板 而且还是最多华人总统的南美国家 它就是苏里南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红红离传媒 我是Chloe 最近我在刷腿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生气的国家 也看了一些在当地生活的华人分享 然后我就发现 苏里南好像好有趣哦 随处可见都是中文啊 然后他们都会说中文还有春节假期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期我们就来说一说 苏里南华人最早期到底是如何到达南美洲的呢 而苏里南这个国家的华人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站稳脚步 甚至还有华人出任总统创造奇迹呢 在一边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follow我IG的话 赶快花3秒钟的时间 follow我的IG还有按下边的按钮 以及小铃铛哦 一二三 在影片开始之前 给全球华人海外留学或者工作的你 介绍一款超好用的VPN加速器 云极光回国VPN 下载填写推荐码 即可获得21天VIP试用体验 全天访问中国 不限速不限流 可以下载到手机电视机或者电脑哦 见面操作也很简单 速度稳定 最重要的是加密数据和保护个人隐私 那么好用且有保障的海外回国VPN 除了云菊光还有谁呢 覆盖中国各大热门APP是基础 还能支持舞台设备同时在线安全又方便 赶快点击一下官网试用吧 苏里南全称苏里南共和国 位于南美洲北部 是南美洲最小最小的一个国家 据说呢 根据官方统计啊 他们总人口有60万人 可是呢 他们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主要的民族有这一些 而华人只占了人口的3% 但是根据非官方统计呢 华人的比例啊 其实有高达7%的 那刚刚就有说到啊 这里的华人几乎都会说客家话耶 因为呢 他们主要都是客家人啊 大多数都来自东莞 还有惠阳 还有保安 还有一小部分的客家人来自赫山 那根据数据啊 首都的帕拉马里博呢 大概有2万华人 华人主要开设中餐馆 小超市还有金店等等 不变全程 苏里南的经济呢 主要是靠各种的矿业 加工制造业 农业 还有渔业为主 其实苏里南呢 是这世界第九大的铝帆土生产国 总储量占世界的15% 同时也是南美最早种植咖啡的国家 那这个国家最早期呢 是西班牙人登陆苏里南之后 在1593年占领了这一个国家 或者是这片土地吧 而后呢 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1667年 苏里南又被英国人转给了荷兰人 长期作为荷兰的殖民地 哦对了 华人可不是苏里南唯一的外来人种哦 因为当年呢 荷兰在苏里南展开的种植院经济的时候呢 他就曾经从非洲就引进了将近有40万的黑奴 但是呢 因为这些黑奴啊 不堪忍受奴役 所以呢 他们最后逃到了森林当中 成为了丛林黑人 先后发起了一些起义 然后攻击那一个子民政府 之后呢 苏里南就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度 那华人最早期到底是如何到达南美洲的呢 最早到达这里的华人呢 大概是在16世纪 当时是明朝的商人 渊渡重央 在菲律宾从事商业活动 而此同时呢 西班牙也开始统治菲律宾嘛 那华人商人呢 就听闻说 哎 有新大陆 有新商机 他们呢 就沿着西班牙的航线 来到了近日的密鲁 还有墨西哥等等的地方去经商 而他们呢 就是最早期到达南美洲的华人 那在鸦片战争之后呢 欧洲的人贩子 还有清朝的官府勾结嘛 肆无忌惮的开启了 卖租债的非法行进 由于途中的缓情恶劣 有很多的劳工在前往南美洲的路上呢 就已经病死了 与此同时 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嘛 荷兰人为了要维持种植院经济 他们便开始从海外招募更多的中国劳工 而可气的是 在1858年 有500多名华人劳工 被荷兰驻澳门领事馆招募 但是华人劳工并没有得到承诺的高薪 反而是沦为庄园族的免费劳工 华人为此而反叛 但是由于政府的偏袒 所以呢 这些反叛的华人 最终被警方施以了辞行 一直到19世纪末呢 自由移民就开始出现了嘛 南美洲的劳工们呢 才开始迎来了新生 劳工的气缘起满之后呢 许多的华人在贸易中找到了商机 主要呢 都是从事餐饮业还有零售业等等 那二战之后呢 华人也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到了苏里南 早期到达的华人呢 也把家人都接了过来 而苏里南的华社呢 也因此日益繁荣 2007年 苏里南的华人人口呢 已经超过7万名 并且呢 移民的行为在持续的不间断 赐苦耐达的华人很快就占据了 苏里南的零售业 到了19世纪末呢 华人商店就已经开满了 苏里南的百分之三十吧 那苏里南呢 在独立前夕 华人也已经掌握了 苏里南百分之七十的零售业 那日益强势的华人群体 到底有没有被排华呢 那后来又是怎么会有华人 当上总统的呢 没错 其他的民族在商业上呢 对后来沮丧的华人啊 确实抱有很高的敌意 苏里南荷兰的殖民政府呢 就曾收到要求禁止华人移民的投诉信 并且指责当地人 没有办法和全年无休的华人 进行竞争 而苏里南殖民政府呢 也曾做过各族对华人的民意调查 结果黑人以及克里奥尔人呢 对华人持有负面的看法比较多 他们认为啊 相对富裕的华人呢 只是想要挣钱 却没有要帮助其他族群的商人 或者是其他族群的人民生活 而同样呢 也从事相当多商业活动的 这个印度人啊 他们则对于华人呢 是持有正面印象的比较多的 各族对华人的看法呢 是不一样的 但是幸运的是 苏里南始终都没有发生排华事件 华人才可以继续在苏里南安居乐业 那1975年11月25日 苏里南正式独立 主机广东惠州的陈亚县就曾出任总统 后来呢 还有一位拥有华人血统的德西鲍特色 也承认苏里南的总统 而苏里南呢也成为了华人担任总统最多的美洲国家 那说到文化保留的部分 当然就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咯 1880年 苏里南的华盛呢 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华侨组织的广义堂 同时还有中华日报 还有巡南日报两家中文报纸 以及中文电视台 而从最早1929年开办的中华会馆育群学校开始呢 中文学校在苏里南的发展历史啊 是蛮坎坷的 因为期间呢 不断的有各种因素而停办 但是当地的华盛呢 并没有放弃 并且邀请乔舍热行人士 去担任校董 指导学校的发展 集结了海内外乔包的募集散款 等等的方式去支持学校 直到今日啊 他们的中文学校在苏里南是获得了蓬勃发展的 黄天不服有心人 经过了华人多年的奋斗 以及对国家的贡献呢 2014年 苏里南成为了南美洲首个将春节列入法定假期的国家 而全国人民呢都会在正月初一当天放交 那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呢 就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传言说 个家话是苏里南的法定语言 其实经过查证过后呢 这是谣言 因为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 苏里南政府和议会官网呢 都是将荷兰语作为唯一的官方用语的 由此可判断 中文在苏里南呢 虽然是被承认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 但是呢 它并不具有正式语言的地位 而客家话呢 在苏里南的使用范围呢 虽然说 华人都会说 但是它的使用范围不广嘛 所以它也绝对不是苏里南的官方语言咯 别再听信谣言咯 不过话说回来 在2016年呢 苏里南举办了 今年华人定居苏里南 163周年的活动里面 他们的文化官员就表示啊 华人已经融入了苏里南的社会 并且也成为了苏里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起为共同建设苏里南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 可想而知 华人的影响力还有贡献呢 在苏里南是被高度认可和重视的 好在视频结束之前呢 我也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些 苏里南的华人名人 还有他们的贡献 让大家了解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就有1980年 祖籍广东汇洋的华裔 程雅仙当选总统 是首位苏里南的华人总统 还有2002年步入苏里南政坛的 祖籍深圳的麦克杨敬华 他先后就担任了工业贸易部 环境整治和土地森林政策部的部长 而祖籍东莞的杨元发呢 他更是精通荷兰语还有英语 还会讲地道的普通话还有客家话 17岁的时候就已经随着总统出访 还会在联合国发表演讲 为苏里南华人赢得荣耀 好了看完这个特别的国家呢 你又没有想要到苏里南去亲自感受一下这个国家呢 不知道我的观众里面会不会有来自苏里南的朋友啊 如果有的话赶快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 分享你的生活还有趣事吧 那我在这里呢祝福苏里南的华人们 生生不息带着骨子里刻着的奋斗 努力勇敢拼搏 努力的将中华文化长城下去吧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尾上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不要忘记follow我的instagram 你要想听什么样的国家的华人故事 或者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国家的华人故事 还没有提过的话 赶快在底下留言提醒我 我下次给你讲一讲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